捐血車外,民眾搭牌長龍等待捐出熱血 這種區域會號召捐血,來就送一包小卷 這是你捐血的人送的小卷 謝謝 這是第一次頻道,但是我覺得其實還不錯 因為就是你捐血在做的救人一命 然後你還有就是那個什麼 花頭紙或粉桿的那個海間可以拿 對對對,就一舉多得啦 怎麼說? 就是想應大家可以,就是如果你是身體 就是增強體重的就是可以來捐血這樣 在其他地方我也有捐過,其他都是送一些 糖果餅乾零食,然後我也在捐血站有捐過 就是第一次有看到是小卷,我想說還蠻特別的 捐血就送小卷,250cc送一包 500cc就送兩包 果然吸引不少民眾前來響應 因為新冠肺炎爆發之後 許多民眾陸續確診康復都不敢捐血 其中A型和O型的血卻缺,剩下不到三天 我們受到疫情、新冠肺炎的關係 所以說,經血人越來越少 我們金融基於衛會 跟臺北健全中心就基本這個健全活動 讓國家的血庫多一點那個血 多一點血 我本來就是一個捐血人 那最近非常缺血 因為經過新冠病毒這個疫情之後 很多人對於捐血會產生一些恐懼 因為不知道病毒之後有沒有後遺症 但是捐血經過證明 捐血其實對於新冠病毒來講 捐血人的血還是非常受用 因為大家不捐缺血的情況 很多平常需要用血的人 沒有血可以用,血庫非常缺 請大家共同、共襄盛舉 一起來捐血 全台鬧雪荒 原來很多人確診後 原本要等一個月才能捐血 但現在最新的規定 只要確診期滿快篩陰性 再過14天就能來捐血 金融區域會發起捐血 希望號召更多人 捐血以待救人一命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大家好 感谢观看